大家可以 怎么又来了 玩够了吗 跟我回家 爸 我不是去玩的 我是去工作的 你是白家大小姐 当今第一财团 士盛集团的唯一继承人 家产万亿 自家公司有什么好实习的 我看你啊 就是忘不了三年前 那个不辞而为的穷小子 你说什么呢爸 我只是想好好了解一下 自己家的公司嘛 好了好了 别在这跟我嬉皮笑脸的 我为你选了当今江城 最优秀的商业之子 这个周末去见见 再说吧 好了好了 我还要赶着跟客户签约呢 你先回去吧 去吧 好 全部开除 臭小子 你周末的相亲对象可是世上大小姐 我求爷爷告奶奶才跟你争取来的 你要是赶不去 我就和你断绝母子关系 妈 如果你想好 我尊重你的选择 你 哎哟 儿子 都三年了 你也该忘掉那个白梦了吧 毕竟是他出轨在间 好了妈 我一会儿还有个不要看 先挂了 白梦到底是多优秀的女孩 竟然能让陆总之前三年啊 对不起 我来晚了 不晚 白梦 白梦 陆霄 你现在 是陆氏集团的总裁啊 怎么 很惊讶吗 没想到当年的春小子 现在成了你的艺术妇 太好了 那 陆霄 这三年我一直在找你 你当初为什么突然消失 你还有脸问啊 世胜集团是全球第一财团 你这是又帮上了谁 混进去了 我是凭本事 什么本事 张晓三的本事啊 够了陆霄 我今天是来签约的 不是来跟你吵架的 如果我同意签约 你这能付出什么 你要是不想合作 大可以直说 没有必要这么羞辱我 羞辱 他男人闯上尾 这种事情不是你最爱干的 陆霄 你让我这三年来 对于重逢的期待 变得一文不值 这合同 不签也罢 欲行故纵是吧 想要合作可以啊 就把三年前你哄骗老男人的本事都使出来吧 我坠入满红荆棘的旋律 曾一度坚信这就是爱情 把梦肚里太多是了 白梦 如果三年前你有牵皮爱粉 做出背叛我的事情 我又怎么会离开呢 啊 这白梦也太过分了吧 他分明跟我说过 不再当情妇了 真合同我签了 提升就当我给你的辛苦费了 别说我还用了你 陆霄 你这点脏钱我看不上 区区百亿的陆氏集团 我随手就可以卖下 啊 那 那 当初被这阿霄当小三 现在还敢过来勾引他 真不要灵 陈莉莉 你凭什么污蔑我 就凭她是我的未婚妻 未婚妻 原来 三年前她离开 是因为和陈莉莉在一起了 喜欢勾引人是吧 我是师盛集团的人 你不能动我 我就不信 师盛集团 会为了你这个小小的实习生 跟现在风头战胜的陆氏交了 去死吧 够了 阿霄 你怎么还护着她呀 难不成你还喜欢她吗 就她 这种肮脏下线的女人 根本不配浪费这个鼻童 就算天底下的女人都死绝了 我也不会爱上她 听到了吧 你就死了这条要勾引阿霄的心吧 滚 阿霄 你刚刚说 让我当你未婚妻的事情 是认真的吗 风场作戏罢了 白沫 三年前 我能让陆霄离开你 三年后 你也别想在那破镜竹铭 你也别想在那破镜竹铭 准备好了吗 我亲爱的陆先生 生日快乐 第一层是冰淇淋口味的 然后是芝士和榴莲的 你想先尝哪一个 我想 尝你这个 你看过的快乐却是家 你看过的快乐却是家 猜到的秘密是家 你拍过的相望却是家 你拍过的相望却是家 你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我和你拍过的相望却是家 我和你拍过的相望却是家 有谁欺负你了 我马上让他在江城消失 没有吧 我只是淋了雨 有些不开心 真的吗 我的怪宝贝 你就听爸一句话 街掌士盛集团 渐渐我给你选的商业之子 爸 我累了 我们回家吧 好好好 我们回家 走 白莫 三年了 你竟然还跟那个老男人在一起 试着还想为他和我划清戒心 我不会让你如愿的 莫莫 我求你了 你就继续负责和陆氏的项目吧 陆总说了 如果不是你对接项目 他就要撤销合作 那我工作就不保了呀 我不负责项目 跟初见你有什么关系啊 这不合理啊 咱们都是打工的 合不合理 老板说了算 你又不是咱们师生的老板 能保得住我呀 我现在老公失业 孩子上学 我公婆还生着病 没了这份工作 以后我该怎么活呀 好 初见 我就负责这最后一次 以后我就不管了 谢谢莫莫 你放心 以后我再想办法 赤胜的白梦要来见陆总 陈总 是陆总要求白梦来的 这个狐狸精 陈总 这是犯法的吧 怎么 你不想干吗 我干 我干 喂 李哥 你不是一直都想玩点刺激的吗 今天我这公司呀 可是来了个妙人呢 白小姐请喝茶 白小姐请喝茶 陆总一会儿就到 怎么这么晕了 你不是谁啊 放开我 你可好香啊 干嘛你 我刚马上又来了 你想死吗 陆总 陆总已经把你赏赐给我了 今天你就在这儿好好陪老子吧 你陪吧 放开我 想跑 你给我过来吧 你都出来卖了 还瞎讲究什么 今天把老子赔好了 今天把老子赔好了 来吧 救命啊 丑福 谁呀 该给我好事 陆总 是那个女人 还是勾引我的 滚 好 没事吧 陆总 你无耻 你说什么 那个变态都说了 是你让她 小郑 这 这怎么回事啊 我不是说 让你把白小姐直接当到陆总办公室吗 对不起陈总 是白小姐非吵着要先进李总的 说她俩 她俩什么 说她俩说好了要在休息室聊事 可我没想到 是留床上的事 白梦 你也太过分了吧 你搞男人都搞到我们公司来了 你胡说 你为什么要诬险我 前台都怪你不认识 为什么要陷害你 陆总 你为什么就是不肯信我 明明是那个心里的要害我 我为什么要相信你 因为那上位而不择手段的人 什么当事都能做 是 我是他 我为了上位不择手段 那你为什么还要逼我来负责陆总的项目 你为了钱什么当事都能做 却不要我给你的钱 好 你为了钱 什么都给你 可是我唯独不想要你的钱 来糟蹋我的感情 陆潇 我求求你 以后 不要再来找我 你不是喜欢求人吗 那就跪下来求一下来求我 你真嫌 陆潇 我究竟做错了什么 让你这么羞辱 白梦 就算你再不甘心 我也马上又和阿萧结婚了 而且啊 陆夫人很喜欢我 以后你就算想当小三啊 也没有机会了 陆潇竟然要求婚了 一个打工的 还想叛上陆氏总残 真是白日足 行了 跟他这个贱人费什么话 走吧 三娘 白梦 这对荒唐的感情 该结束了 把李全夫开除 顺便查一下 今天休息时到底发生了什么 是 李全夫可是陆氏最重要的业务负责人 陆总竟然为了个女人把她开除了 大小姐 快跟我去医院 老爷出事了 什么 快 爸 你怎么了 爸 爸 爸 不行了 爸 你不会有事的 医生快救救我爸呀 大小姐 医生尽力了 老爷是新奇 他们也没办法呀 新奇 老爷 因为您 我已经所困了三年 始终忧心重重 希望 您能和他为你选的商业之词 在一起 这不可能 不好 白总心脏就停了 爸 爸 你不要死 爸 我答应你 我全都答应你 爸 爸 爸没事 那 相亲的事 就定明天了 啊 爸突然 没事了 那我陪你去吧 喂 哥 你什么时候回国呀 下周的飞机 怎么了 听我家梦梦好像不太开心了 爸身体不好 我答应了爸周末去相亲 可我总觉得 被爸骗了 这小玩意儿做得不错 加工资 谢谢白总 你跟爸计较什么 他就那个性格 而且他给你选择的是江城最优秀的商业之子 你就当去应付看看 不喜欢的话随时换 那好吧 陆笑 我祝你和陈莉莉 永远幸福 阿笑 你真厉害 你竟然能说到海城最好的医院 和陆氏一起合作开发医疗 我果然没有看错人 陈莉莉 认清你的身份 你只是陆氏的员工而已 都是因为白孟那个贱人 陆笑才会和我这么熟 阿笑 你看 那不是白孟吗 话说 当小三不应该是偷偷摸摸的吗 这白孟怎么这么大胆 他来这里 你 该不会 是来产检的吧 白孟 这下人赃绝祸 我看你怎么解释 那个老男人给了你多少钱 让你心甘情愿当三年想三 陆笑 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 那是我爸 我纵容你一寸有一寸 将我的心甘穿 闭嘴 这是干地干女孩的戏 能骗得过谁啊 放开孟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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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说了 别说了 你一样 陆霄 你走吧 得罪了我爸 没有好果子吃的 这爸喊的可真亲啊 这就是你们下戒行当的新玩法 所以你怎么说吧 你要是不走 我只能请保安 让你走了 白孟啊白孟 你 呦 白孟 你也来这里做产检呢 老头 像他这种女人 怎么可能会怀上你的孩子呢 你小心 喜得变 你 你冲死你 爸 我累了 我们回家吧 好 回家 就凭她是我的未婚妻 呦 白孟 你也来这里做产检啊 孟孟 想了三年的人 你今天见到了 也死心了吧 明天啊 就安安心心 去相亲吧 三年了 她和陈丽玲的孩子 我也该开启生活的新篇章 第一层是冰淇淋口味的 然后是姿势和榴莲的 你想先尝哪一个 我想尝你这个 这是梦 拜托 你再进去 陆总 陈小姐对白孟说 您今天去医院 是陪她做运检 买回陈莉莉在陆市的所有股份 没有我的运势 她不能进我 是 陈莉莉可是陆总 重振陆家时的合伙人 现在竟然因为白孟 替她出去了 这女人到底有什么魔力啊 对了 李全福说了吗 她还是非常坚定地说 是白风引诱了她 鸡社长 儿子 明天就是你和世上大小姐的相亲了 就当妈求你了 你去一趟吧 这可是我们陆家 一飞冲天的好机会啊 好 哎呀 你可算是开窍了 你记得一定要打扮得帅气一点 能盼上世上 那是我们陆家的福气啊 哈哈 喝了 爱宝 我是江城的商业之子 全球第一彩团失手走顺着 都希望我做她的女婿 又怎么会贪恋你这个普通人 永远不会 在医院中间 连脸都不要了 都可是公然成双入队了 白梦 我可真是想笑你了 妈 儿子 世上的白大小姐 可是这家全球第一彩团的唯一继承人 如果她不愿意嫁进咱们陆家这种小门小货 你入队也行 那个叫白梦的女人 你就忘了吧 你怎么又提白梦了 区区百亿的陆氏集团 我随手就可以卖下 妈 世上大小姐姓白 她叫白什么呀 我不知道啊 这白大小姐一向低调 没人知道她的信息 这次可是白董事长亲自陪着她来见你 你可千万要好好表现啊 知道了 我真是蠢 居然会把白梦和世上大小姐联系在一起 如果她的出身真的这么高贵 还用得着我的钱去当小三吗 爸 被你夸上天的商业之子居然迟到了 这小子竟然敢怠慢我的宝贝 我马上让他家破产 爸 冷静冷静 相亲本来就是你请我愿的事情 我先出去接个电话 好 这小子 太没时间观念了 不好意思啊 我来晚了 居然是你这个老东西 你就是陆家的小子 没想到全球第一财团 世盛集团的董事长 竟然是个此外包养小三的混蛋 你说什么 哥 知道了 今天的相亲我会好好考虑的 那个人应该来了 我先回去 臭小子 小心我杀你 白梦 是我的女儿 该女儿吧 你这干爹挺会玩啊 今天我就把你保养小三的事 告诉白家大小姐 你就等着晚节不报吧 好好好 我女儿 这就来 我看你怎么跟她解释 爸 人来了吗 怎么是你 你是她女儿 你真的是首富千金 白家大小姐 陆霄 我告诉过你的 可你不信 这怎么可能啊 萌萌 你不要再被这个虫小子骗了 算我瞎了眼 竟然把她当成我白家的良婿 这场婚事作废 今天 我就让陆氏集团破产 如果白梦真的是首富千金 那时候大学的时候 怎么可能跟我一个 穷小子谈恋爱 你俩还可是演戏呢 干爹干女儿的戏嘛 真是情深义重嘛 臭小子 我白修仙 一生光明磊落 你竟敢如此抹黑我 今天这水晶宫 就别想再走出去了 爸 您先出去 我跟他聊聊 还有什么好聊的 你知道他刚才说你的话 有多难听吗 爸 好 我就给你十分钟 白梦 你竟然给师盛董事长当小三 陆萧 你误会了 我误会你什么 你以为那个老男人真的爱你啊 要不然怎么不把你变成师盛的正式员工 他真的是我爸 你为什么就不信我呢 信你什么呀 全球第一采团师生的继承人啊 竟然会在自家的公司当员工啊 所以你怎么认为吧 所以 三年前你是因为这个才不告而别的吗 你没资格知道 白梦 我比任何人都了解 你这种穷人有多么的爱不虚荣 是你为了洗牌自己小三的身份 所以白董才认你当干女儿 一边可以成为豪门夫人 一边还可以继续当小三 可真会玩 够了 陆萧 我对你的荣誉也是有限度的 相亲的事情就此作罢 我会告诉我吧 不要惩治陆世纪团 你好自为之吧 难道这是我误会了她 喂 陆总 李全福全招了 是她在无限白小姐 什么 Evolution 怎么又来了 玩够了吗 跟我回家 爸 我不是去玩的 我是去工作的 你是白家大小姐 当今第一财团 世盛集团的唯一继承人 家产万亿 自家公司 有什么好实习的 我看你啊 就是忘不了三年前 那个不辞而为的穷小子 哎呀 你说什么呢爸 我只是想好好了解一下 自己家的公司嘛 好了好了 别在这儿跟我嬉皮笑脸的 我为你选了当今江城 最优秀的商业质子 这个周末去见见 再说吧 好了好了 我还要赶着跟客户签约呢 你先回去吧 去吧 全部开除了 臭小子 你周末的相亲对象可是世盛大小姐 我求爷爷告奶奶才给你争取来的 你要是赶不去 我就和你断绝母子关系 妈 如果你想好了 我尊重你的选择 你 哎呀 儿子 都三年了 你也该忘掉那个白梦了吧 毕竟是他出轨在先 好了妈 我一会儿还有个会要看 先挂了 白梦到底是多优秀的女孩 竟然能让陆总痴情三年啊 对不起 我来晚了 不晚 白梦 白梦 你现在是陆氏集团的总裁 怎么 很惊讶吗 没想到当年的穷小子 现在成了你的医师父母 太好了 陆霞 这三年我一直在找你 你当初为什么突然消失 你还有脸问啊 世胜集团是全球第一财团 你这是又帮上了谁 混进去了 我是凭本事 什么本事 张晓三的本事啊 够了 陆霞 我今天是来签约的 不是来跟你吵架的 如果我同意签约 你这能付出什么 你要是不想合作 大可以直说 没有必要这么羞辱我 羞辱 哈男人床上尉 这种事情不是你最爱干的 陆霞 你让我这三年来 对于重逢的期待 变得一文不值 这合同 不签也罢 欲行故纵是吧 想要合作可以啊 就把三年前 你哄骗老男人的本事 都使出来吧 我坠入满红荆棘的玄机 从一度坚信这就是爱情 把梦笼你太多是了 白梦 如果三年前你没有前提爱粉 做出背叛我的事情 我又怎么会离开你 哈 这白梦也太过分了吧 他分明跟我说过 不再当情妇了 正合同我签了 提升就当我给你的辛苦费了 别说我还用了你 卢萧 你这点脏钱我看不上 区区百亿的陆氏集团 我随手就可以卖下 那 当初被这儿阿萧当小三 现在还敢过来勾引他 真不要灵 陈莉莉 你凭什么污蔑我 就凭她是我的未婚妻 未婚妻 原来 三年前她离开 是因为和陈莉莉在一起了 喜欢勾引人是吧 我是师盛集团的人 你不能动我 我就不信 师盛集团 会为了你这个小小的实习生 跟现在风头阵盛的陆氏交 去死吧 够了 阿萧 你怎么还护着她呀 难不成 你还喜欢她吗 就她 这种肮脏下线的女人 根本不配浪费这个鼻动 就算天底下的女人都死绝了 我也不会爱上她 听到了吧 你就死了这条要勾引阿萧的心吧 滚 阿萧 你刚刚说让我当你未婚妻的事情 是认真的吗 封场作戏罢了 白沫 三年前 我能让陆霄离开你 三年后 你也别想在那破镜竹鸟 准备好了吗 我亲爱的陆先生生日快乐 第一层是冰淇淋口味的 然后是芝士和榴莲的 你想先尝哪一个 我想 尝你这个 如小 你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怎么回事 有谁欺负你了 我马上让她在江城消失 没有爸 我只是淋了雨 有些不开心 真的吗 嗯 我的乖宝贝 你就听爸一句话 街掌士圣集团 渐渐我给你选的商业之子 爸 我累了 我们回家吧 好好好 我们回家 走 白沫 三年了 你竟然还跟那个老男人在一起 试着还想为她和我划清界限 我不会让你入院的 我不会让你入院的 莫莫 我求你了 你就继续负责和陆氏的项目吧 陆总说了 如果不是你对接项目 她就要撤销合作 那我工作就不保了呀 我不负责项目 跟厨姐你有什么关系啊 这不合理啊 咱们都是打工的 合不合理 老板说了算 你又不是咱们师生的老板 能保得住我呀 我现在老公失业 孩子上学 我公婆还生这病 没了这份工作 以后我该怎么活呀 好 初姐 我就负责这最后一次 以后我就不管了 谢谢莫莫 你放心 以后我再想办法 赤胜的白梦要来见陆总 陈总 是陆总要求白梦来的 这个狐狸精 陈总 这是犯法的吧 怎么 你不想干吗 我干 我干 喂李哥 你不是一直都想玩点刺激的吗 今天我这公司呀 可是来了个妙人呢 白小姐请喝茶 陆总一会就到 怎么这么晕了 你是谁 放开我 你可好香啊 干嘛你 我刚马上就来了 你想死吗 陆总 陆总已经把你赏赐给我了 今天你就在这好好陪老子吧 你陪吧 放开我 我想跑 你给我过来吧 你都出来卖了 还瞎讲究什么 今天把老子赔好了 来吧 救命啊 谁啊 赶快回我好事 陆总 是那个女人 还是勾引我的 滚 好 没事吧 你 洛夏 你无耻 你说什么 那个变态都说了 是你让她 小郑 这 这 这怎么回事啊 我不是说 让你把白小姐直接带到陆总报告室吗 对不起陈总 是白小姐非吵着要先进李总的 说她俩 她俩什么 说她俩说好了要在休息室聊事 可我没想到 是留床上的事 白梦 你也太过分了吧 你搞男人都搞到我们公司来了 你胡说 你为什么要诬险我 前台都怪你不认识 为什么要陷害你 你为什么就是不肯信我 明明是那个心里的要害我 我为什么要相信你 一个为了上位而不择手段的人 什么当事都能做 是 我狮子 我为了上位不择手段 那你为什么还要逼我来不择路时的项目 你为了钱什么当事都能做 却不要我给你的钱 好 你为了钱 什么都能做 可是我唯独不想要你的钱 来糟蹋我的感情 陆小 我求求你 以后 不要再来找我 你不是喜欢求人吗 那就跪下来求一下来求我 你真嫌 陆小 我究竟做错了什么 让你这么羞辱 白梦 就算你再不甘心 我也马上又和阿霄结婚了 而且啊 陆夫人很喜欢我 以后你就算想当小三啊 也没有机会了 陆小竟然要结婚了 一个打工的 还想叛上陆氏总裁 真是白日足 行了 跟他这个贱人费什么话 走吧 三娘 白梦 这灯荒唐的感情 该结束了 把李全夫开除 顺便查一下 今天休息时到底发生了什么 是 李全夫可是陆氏最重要的业务负责人 陆总竟然为了个女人把她开除了 大小姐 快跟我去医院 老爷出事了 什么 快 快 爸 你怎么了 爸 爸 不想了 爸 你不会有事的 医生快救救我爸呀 大小姐 医生尽力了 老爷是心急 他们也没办法啊 心急 老爷因为您 为情所困了三年 始终忧心忡忡 希望您能和 他为您选的商业之子 在一起 这不可能 爸 白肚心脏骤停了 爸 爸你不要死 爸我答应你 我全都答应你 爸 爸没事 那 相亲的事 就定明天了 爸突然 没事了 那我陪你去吧 喂 哥 你什么时候回国呀 下周都飞机 怎么了 听我家梦梦 好像不太开心了 爸身体不好 我答应了爸 周末去相亲 可我总觉得 被爸骗了 这小玩意做得不错 加工资 谢谢白肚 你跟爸骑脚什么 他就那个性格 而且他给你选择的是 江城最优秀的商业之子 你就当去应付看看 不喜欢的话随时换 那好吧 陆小 我祝你和陈莉莉 永远幸福 阿笑 你真厉害 你既然能说到 海城最好的医院 和陆氏一起合作 开发医疗 我果然没有看错人 陈莉莉 认清你的身份 你只是陆氏的员工而已 都是因为白孟的个贱人 陆小才会和我这么熟 阿笑 你看 那不是白孟吗 话说 当小三 不应该是偷偷摸摸的吗 这白孟 怎么这么大胆 他来这里 该不会 是来产检 啊 白孟 这下人赃倦祸 我看你怎么解释 那个老男人 给了你多少钱 让你心甘情愿 当三年小三 陆小 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 那是我爸 闭嘴 这种干地干女孩的戏 能骗得过谁啊 放开孟茫 放开孟茫 我们八蛋 胆敢欺负我的宝贝 打死他 诶 张晓 爸 交给我处理吧 他就是那个穷小子 混小子 要是再敢欺负孟茫 让你后悔活在这个世界上 爸 别说了 你一样 陆小 你走吧 得罪了我爸 没有好果子吃的 这爸喊得可真亲啊 这就是你们下界行当的新玩法 随你怎么说吧 你要是不走 我只能请保安 让你走了 白梦啊 白梦 你 你也来这里做产检 老头 像他这种女人 怎么可能会怀上你的孩子呢 你小心 喜得定 你 你 你找死你 爸 我累了 我们回家吧 好 回家 就凭他是我的未婚妻 呀 白梦 你也来这里 做产检 莫莫 想了三年的人 你今天见到了 也死心了吧 明天啊 就安安心心 去相亲吧 三年了 他和陈丽临的孩子 我也该开启 收获的新篇章 第一层是冰淇淋口味的 然后是芝士和榴莲的 你想先尝哪一个 我想 尝一个这个 陆总 陈小姐对白梦说 您今天去医院 是陪她做孕节 买回陈丽丽在陆市的 所有股份 没有我的意识 她不能进 是 陈丽丽可是陆总 重振陆家时的合伙人 现在竟然因为白梦 踢她出局了 这女人到底有什么魔力呀 对了 李全福说了吗 她还是非常坚定地说 是白梦引诱了她 继续上 儿子 明天就是你和世上大小姐的 我相亲了 就当妈求你了 你去一趟吧 这可是我们陆家 一飞冲天的好机会呀 好 哎呀 你可算是开窍了 你记得一定要打扮得帅气一点 能盼上世上 那是我们陆家的福气呀 哼 白梦 我是江城的商业之子 全球第一财团 世上总市长 都希望我做她的女婿 又怎么会贪恋你这个普通人 永远不会 我在医院中间 连脸都不要了 都可是公然长双入队了 白梦 我可真是想瞧你了 妈 儿子 世上的白大小姐 可是这家全球第一财团的唯一继承人 如果她不愿意嫁进咱们陆家这种小门小户 你入罪也行 那个叫白梦的女人 你就忘了吧 你怎么又提白梦了 区区百亿的陆氏集团 我随手就可以买下 妈 世上大小姐姓白 她叫白什么呀 我不知道啊 这白大小姐一向低调 没人知道她的信息 这次可是白董事长亲自陪着她来见你 你可千万要好好表现啊 知道了 我真是蠢 居然会把白梦和世上大小姐联系在一起 如果她的出身真的这么高贵 还用得找我的钱去当小三吗 爸 被你夸上天的商业之子居然迟到了 这小子竟然敢怠慢我的宝贝 我马上让她家破产 爸 冷静冷静 相亲本来就是你请我愿的事情 我先出去接个电话 好 这小子 太没时间观念了 不好意思啊 我来晚了 居然是你这个老东西 你就是 陆家的小子 没想到全球第一财团 士圣集团的董事长 竟然是个在外包养小三的混蛋呀 你说什么 哥 知道了 今天的相亲 我会好好考虑的 那个人应该来了 我先回去 臭小子 小心我善你 白梦 是我的女儿 该女儿吧 你这干爹挺会玩啊 今天我就把你保养小三的事 告诉白家大小姐 你就等着晚节不报吧 好好好 我女儿 这就来 我看你怎么跟她解释 爸 人来了吗 怎么是你 你是她女儿 你真的是首富千金 白家大小姐 陆霞 我告诉过你的 可你不信 这怎么可能啊 汪汪 你不要再被这个虫小子骗了 让我瞎了眼 竟然把她当成我白家的良婿 这场毁事作废 今天 我就让陆氏积传破产 如果白梦真的是首富千金 那时候大学的时候 怎么可能跟我一个穷小子的恋爱 你俩还可这演戏呢 干爹干女儿的戏嘛 真是情深义重嘛 臭小子 我白秀仙 一生光明磊落 你竟敢如此抹黑我 今天这水晶宫 就别想再走出去了 爸 您先出去 我跟他聊聊 还有什么好聊的 你知道 他刚才说你的话 有多难听吗 爸 好 我再给你十分钟 白梦 你竟然给师盛董事长 当小骚 陆萧 你误会了 我误会你什么 你以为那个老男人真的爱你啊 要不然怎么不把你 被找师盛的正式员工 他真的是我爸 你为什么就不信我呢 你信你什么呀 全球第一采探师生的继承人啊 竟然会在自家的公司 当员工啊 所以你怎么认为吧 所以 三年前 你是因为这个才不告而别的吗 你没资格知道 白马 我比任何人都了解 你这种穷人 有多么的爱不虚荣 是你为了洗牌自己小三的身份 所以白东才认你当干女孩 一边可以成为豪门夫人 一边还可以继续当小三 可真会玩 够了陆小 我对你的荣誉也是有限度的 相亲的事情就此作罢 我会告诉我吧 不要惩治陆世纪团 你好自为之吧 难道这是我误会了他 喂 陆总 李全福全找了 是他在无尽白交接 什么 Evolution 大伤了 怎么又来了 玩够了吗 跟我回家 爸 我不是去玩的 我是去工作的 你是白家大小姐 当今第一财团 世盛集团的唯一继承人 家产万亿 自家公司 有什么好实习的 我看你啊 就是忘不了三年前 那个不辞而为的穷小子 哎呀 你说什么呢 爸 我只是想好好了解一下 自己家的公司嘛 好了好了 别在这儿跟我嬉皮笑脸的 我为你选了当今江城 最优秀的商业质子 这个周末 去见见 哎 再说吧 好了好了 我还要赶着跟客户签约呢 你先回去吧 啊 去吧 啊 全部开除 臭小子 你周末的相亲对象 可是世盛大小姐 我求爷爷告奶奶 才给你争取来的 你要是赶不去 我就和你断绝母子关系 妈 如果你想好了 我尊重你的选择 你 哎呀 儿子 都三年了 你也该忘掉那个白梦了吧 毕竟是他出轨在先 好了妈 我一会儿还有个户要开 先挂了 白梦到底是多优秀的女孩 竟然能让陆总 痴情三年啊 对不起 我来晚了 不晚 白梦 陆萧 你现在 是陆氏集团的总裁 怎么 很惊讶吗 没想到当年的穷小子 现在成了你的一世父母 太好了 陆萧 这三年我一直在找你 你当初为什么突然消失 你还有脸问啊 世盛集团是全球第一财团 你这是又帮上了谁 混进去了 我是凭本事 什么本事 当个小三的本事啊 够了陆萧 我今天是来签约的 不是来跟你吵架的 如果我同意签约 你这会付出什么 你要是不想合作 大可以直说 没有必要这么羞辱我 羞辱 他男人床上尉 这种事情不是你最爱干的 陆萧 你让我这三年来 对于重逢的期待 变得一文不值 这合同 不签也罢 一心故纵是吧 想要合作可以啊 就把三年前 你哄骗老男人的本事都使出来吧 我坠入满红荆棘的圣经 曾一度坚信这就是爱情 把目睹你太多失了 白梦 如果三年前 你没有前提爱夫 做出背叛我的事情 我又怎么会离开你 这白梦也太过分了吧 他分明跟我说过 不再当情妇了 真合同我签了 提升就当我给你的辛苦费了 别说我还用了你 卢萧 你这点脏钱我看不上 区区百亿的陆氏集团 我随手就可以卖下 当初被炸萧当小三 现在还敢过来勾引他 真不要灵 陈莉莉 你凭什么污蔑我 就凭他是我的未婚妻 未婚妻 原来 三年前他离开 是因为和陈莉莉在一起了 喜欢勾引人是吧 我是师胜集团的人 你不能动我 我就不信 是师胜集团会为了你这个小小的实习生 跟现在风头战胜的陆氏交 去死吧 够了 阿霄 你怎么还护着他呀 难不成 你还喜欢他吗 就他 这种肮脏下线的女人 根本不配浪费这个鼻童 就算天底下的女人都死绝了 我也不会爱上他 听到了吧 你就死了这条 要勾引阿霄的心吧 吩 阿霄 你刚刚说 让我当你未婚妻的事情 是认真的吗 风场作戏罢了 白沫 三年前 我能让陆霄离开你 三年后 你也别想在那破镜竹鸣 准备好了吗 我亲爱的陆先生 生日快乐 第一层是冰淇淋口味的 然后是芝士和榴莲的 你想先尝哪一个 我想 尝你这个 你看过的快乐却是假 猜到的秘密是假 你拍过的 如小 你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怎么回事 有谁欺负你了 我马上让他在江城消失 没有吧 我只是淋了雨 有些不开心 真的吗 我的乖宝贝 你就听爸一句话 接掌士圣集团 渐渐我给你选的商业之子 爸 我累了 我们回家吧 好好好 我们回家 走 白莫 三年了 你竟然还跟那个老男人在一起 试着还想为他和我划清戒心 我不会让你如愿的 莫莫 我求你了 你就继续负责和陆氏的项目吧 陆总说了 如果不是你对接项目 他就要撤销合作 那我工作就不保了呀 我不负责项目 跟初姐你有什么关系啊 这不合理啊 咱们都是打工的 合不合理 老板说了算 你又不是咱们师生的老板 能保得住我呀 我现在老公失业 孩子上学 我公婆还生着病 没了这份工作 以后我该怎么活呀 好 初姐 我就负责这最后一次 以后我就不管了 谢谢莫莫 你放心 以后我再想办法 赤胜的白梦要来见陆总 陈总 是陆总要求白梦来的 这个狐狸精 陈总 这是犯法的吧 怎么 你不想干吗 我干 我干 喂 李哥 你不是一直都想玩点刺激的吗 今天我这公司呀 可是来了个妙人呢 白小姐请喝茶 陆总一会儿就到 怎么这么晕了 你是谁 放开我 李哥好香啊 干嘛你 我刚马上就来了 你想死吗 陆总 陆总已经把你赏赐给我了 今天你就在这儿好好陪老子吧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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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出来卖了 还瞎讲究什么 今天把老子赔好了 来吧 救命啊 时光洪流中这份爱多飘伤 一放手就笑散掉 我一相三点 丑福 谁呀 该干我好事 陆总 是那个女人 还是勾引我的 滚 好 没事吧 你 洛乡 你无耻 你说什么 那个变态都说了 是你让他 小郑 这 这 这怎么回事啊 我不是说 让你把白小姐直接当到陆总办公室吗 对不起陈总 是白小姐非吵着要先进李总的 说他俩 他俩什么 说他俩说好了要在休息室聊事 可我没想到 是留床上的事 白梦 你也太过分了吧 你搞男人都搞到我们公司来了 你胡说 你为什么要诬险我 白梦 前台都怪你不认识 为什么要陷害你 你为什么就是不肯信我 明明是那个心里要害我 我为什么要相信你 因为为了尚未然不择手段的人 什么当时都能做 是 我是他 我为了尚未不择手段 那你为什么还要逼我来不择陆总的项目 你为了钱什么当时都能做 却不要我给你的钱 好 我为了钱 什么都能做 可是我唯独不想要你的钱 来糟蹋我的感情 陆萧 我求求你 以后 不要再来找我 你不是喜欢求人吗 那就跪下来求一下来求我 你真贤 陆萧 我究竟做错了什么 让你这么羞辱 白梦 就算你再不甘心 我也马上又和阿萧结婚了 而且啊 陆夫人很喜欢我 以后 你就算想当小三啊 也没有机会了 陆萧竟然要求婚了 一个打工的 还想派上陆氏总参 真是白日足 行了 跟他这个贱人 费什么话 走吧 三娘 白梦 这都荒唐的感情 该结束了 把李全夫开除 顺便查一下 今天休息时到底发生了什么 是 李全夫可是陆氏最重要的业务负责人 陆总竟然为了个女人 把她开除了 大小姐 快跟我去医院 老爷出事了 什么 快 爸 你怎么了 爸 爸 不成了 爸 你不会有事的 医生 快救救我爸呀 大小姐 医生尽力了 老爷是新奇 他们也没办法呀 新奇 老爷 因为您 我已经所困了三年 始终忧心忡忡 希望 您能和 他为你选的商业之词 在一起 这不可能 不好 白总心脏就停了 爸 爸 你不要死 爸 我答应你 我全都答应你 爸 爸 没事 那 相亲的事 就定明天了 爸 爸突然 没事了 那我陪你去吧 喂 哥 你什么时候回国呀 下周都飞机 怎么了 听我家梦梦 好像不太开心了 爸身体不好 我答应了爸 周末去相亲 可我总觉得 被爸骗了 这小玩意儿做得不错 扎公子 谢谢白总 你跟爸骑叫什么 他就那个性格 而且他给你选择的是 江城最优秀的商业之子 你就当去应付看看 不喜欢的话随时换 那好吧 陆笑 我祝你和陈莉莉 永远幸福 阿笑 你真厉害 你竟然能说到 海城最好的医院 和陈莉莉一起合作 开发医疗 我果然没有看错人 陈莉莉 认清你的身材 你只是陈莉的员工而已 都是因为白孟那个贱人 陈笑才会和我这么熟 阿笑 你看 那不是白孟吗 话说 当小三 不应该是偷偷摸摸摸的吗 这白孟怎么这么大胆 他来这里 该不会 是来产检的吧 白孟 这下人赃之后 我看你怎么解释 那个老男人给了你多少钱 让你心甘情愿到三年小三 陈莉 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 那是我爸 闭嘴 这干地干女孩的戏 能骗得过谁啊 放开孟茫 放开孟茫 我们八蛋 胆敢欺负我的宝贝 打死他 张晓 爸 交给我处理吧 他就是那个穷小子 混小子 要是再敢欺负孟茫 我让你后悔 活在这个世界上 爸 别说了 你一样 陆萧 你走吧 得罪了我爸 没有好果子吃的 这爸喊得可真亲啊 这就是你们下戒行当的新玩法 随你怎么说吧 你要是不走 我只能请保安 让你走了 白孟啊白孟 你可真是 你 你也来这里做产检呢 老头 像他这种母人 怎么可能会怀上你的孩子呢 你小心 洗得掉 你 你 你找死你 爸 我累了 我们回家吧 好 回家 就凭他是我的未婚妻 呦 白孟 你也来这里 做产检 莫莫 想了三年的人 你今天见到了 也死心了吧 明天啊 就安安心心 去相亲吧 三年了 他和陈丽玲的孩子 我也该开启 说过的新篇章 第一层是冰淇淋口味的 然后是芝士和榴莲的 你想先尝哪一个 我想 尝你这个 陆总 陈小姐对白孟说 您今天去医院 是陪她做运检 买回陈丽丽在陆市的所有股份 没有我的运势 她不能进了 是 陈丽丽可是陆总 重振陆家时的合伙人 现在竟然因为白孟 替她出局了 这女人到底有什么魔力啊 对了 李全福说了吗 她还是非常坚定地说 是白风引诱了她 姬师长 儿子 明天就是你和世上大小姐的相亲了 就当妈求你了 你去一趟吧 这可是我们陆家 一飞冲天的好机会啊 好 哎呀 你可算是开窍了 你记得一定要打扮得帅气一点啊 能盼上世上 那是我们陆家的福气啊 啊 哼 爱吧 我是江城的商业之子 全球第一彩团失手走顺着 都希望我做她的女婿 又怎么会贪恋你这个普通人 永远不会 我在医院中间 连脸都不要了 都可是公然成双入队了 白梦 我可真是想瞧你了 妈 儿子 世上的白大小姐 可是这家全球第一彩团的唯一继承人 如果她不愿意嫁进咱们陆家这种小门小户 你入阵也行 那个叫白梦的女人 你就忘了吧 你怎么又提白梦了 区区百亿的陆氏集团 我随手就可以卖下 妈 世上大小姐姓白 她叫白什么呀 我不知道啊 这白大小姐一向低调 没人知道她的信息 这次可是白董事长亲自陪着她来见你 你可千万要好好表现啊 知道了 我真是蠢 居然会把白梦 和世上大小姐联系在一起 如果她的出身真的这么高贵 还用得着我的钱 去当小三吗 爸 被你夸上天的商业之词 居然迟到了 这小子 竟然敢怠慢我的宝贝 我马上让她家破产 爸 冷静冷静 相亲本来就是你请我愿的事情 我先出去接个电话 好 这小子 太没时间观念了 不好意思啊 我来晚了 居然是你这个老东西 你就是 陆家的小子 没想到全球第一财团 世盛集团的董事长 竟然是个此外 包养小三的混蛋呀 你说什么 哥 知道了 今天的相亲 我会好好考虑的 那个人应该来了 我先回去 臭小子 小心我杀你 白梦 是我的女儿 干女儿吧 你这干爹挺会玩啊 今天我就把你 保养小三的事 告诉白家大小姐 你就等着晚节不报吧 好好好 我女儿 这就来 我看你怎么跟她解释 爸 人来了吗 怎么是你 你是她女儿 你真的是首富千金 白家大小姐 陆霄 我告诉过你的 可你不信 这怎么可能啊 莫莽 你不要再被这个虫小子骗了 让我瞎了眼 竟然把她当成我白家的良婿 这场婚事作废 今天 我就让陆氏集团破产 如果白梦真的是首富千金 那时候大学的时候 怎么可能跟我一个穷小子谈恋爱 你俩还可是演戏呢 干爹干女儿的戏嘛 真是情深义重啊 臭小子 我白修仙 一生光明磊落 你竟敢如此抹黑我 今天这水晶宫 就别想再走出去了 爸 您先出去 我跟他聊聊 还有什么好聊的 你知道 他刚才说你的话 有多难听吗 爸 好 我就给你十分钟 白梦 你竟然给师盛董事长 当小骚 陆霄 你误会了 我误会你什么 你以为那个老男人 真的爱你啊 要不然怎么不把你 别找师盛的正式员工 他真的是我爸 你为什么就不信我呢 信你什么呀 全球第一采探师盛的继承人啊 竟然会在自家的公司 当员工啊 所以你怎么认为吧 所以 三年前 你是因为这个 才不告而别的吗 你没资格知道 白梦 我比任何人都了解 你这种穷人 有多么的爱不虚荣 是你为了洗牌 自己小三的身份 所以白董 才任你当干女儿 一边可以成为豪门夫人 一边还可以继续当小三 可真会玩 够了陆霄 我对你的荣誉 也是有限度的 相亲的事情就此作罢 我会告诉我吧 不要惩治陆世纪团 你好自为之吧 难道这是我误会了他 喂 陆总 李全福全招了 是他在无限白小姐 什么 Evolution 第一财团 师盛集团的唯一继承人 家产万亿 自家公司 有什么好实习的 我看你呀 就是忘不了三年前 那个不辞而为的穷小子 你说什么呢 爸 我只是想好好了解一下 自己家的公司嘛 好了好了 别在这跟我嬉皮笑脸的 我为你选了当今江城 最优秀的商业质子 这个周末 去见见 再说吧 好了好了 我还要赶着跟客户签约呢 你先回去吧 去吧 全部开除 臭小子 你周末的相亲对象 可是士圣大小姐 我求爷爷告奶奶 才给你争取来的 你要是赶不去 我就和你断绝母子关系 妈 如果你想好了 我尊重你的选择 你 哎呀 儿子 都三年了 你也该忘掉那个白梦了吧 毕竟是他出轨在先 好了妈 我一会儿还有个户要看 先挂了 白梦到底是多优秀的女孩 竟然能让物总 痴情三年呀 对不起 我来晚了 不晚 白梦 陆霄 你现在 是陆氏集团的总裁 怎么 很惊讶吗 没想到当年的穷小子 现在成了你的衣食父母 太好了 陆露 陆霄 这三年我一直在找你 你当初为什么突然消失 你还有脸问啊 世盛集团是全球第一财团 你这是又帮上了谁 混进去了 我是凭本事 什么本事 刚刚小三的本事啊 够了陆霄 我今天是来签约的 不是来跟你吵架的 如果我同意签约 陆霄 你整个付出什么 你要是不想合作 大可以直说 没有必要这么羞辱我 羞辱 他男人床上尉 这种事情不是你最爱干的 陆霄 你让我这三年来 对于重逢的期待 变得一文不值 这合同 不签也罢 欲行故纵是吧 想要合作可以啊 就把三年前 你哄骗老男人的本事 都使出来吧 我坠入 满红荆棘的旋律 从一度 坚信这就是爱情 把梦动你太过失了 白梦 如果三年前 你没有嫌疲爱妇 做出背叛我的事情 我又怎么会离开你 这白梦也太过分了吧 他分明跟我说过 不再当情妇了 真合同我签了 提升就当 我给你的辛苦费了 别说我还用了 卢小 你这点脏钱 我看不上 区区百亿的陆氏集团 我随手就可以卖下 当初被这儿阿霄当小三 现在还敢过来勾引他 真不要灵 陈莉莉 你凭什么污蔑我 就凭他是我的未婚妻 未婚妻 原来三年前他离开 是因为和陈莉莉在一起了 喜欢勾引人是吧 我是师生集团的人 你不能动我 我就不信 师生集团会为了你这个小小的实习生 跟现在风头阵盛的陆氏交了 去死吧 够了 阿霄 阿霄 你怎么还护着他呀 难不成 你还喜欢他吗 就他 这种肮脏下线的女人 根本不配浪费这个鼻童 就算天底下的女人都死绝了 我也不会爱上他 听到了吧 你就死了这条 要勾引阿霄的心吧 滚 阿霄 你刚刚说 让我当你未婚妻的事情 是认真的吗 风尝座戏罢了 白木 三年前 我能让陆霄离开你 三年后 你也别想在那破镜竹鸣 准备好了吗 我亲爱的陆先生 生日快乐 第一层是冰淇淋口味的 然后是芝士和榴莲的 你想先尝哪一个 我想 尝你这个 你看过的快乐却是假 猜到的秘密是假 你拍过的 如小 你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怎么回事 爸 有谁欺负你了 我马上让他在江城消失 没有 爸 我只是淋了雨 有些不开心 真的吗 我的乖宝贝 你就听爸一句话 街掌师胜集团 渐渐我给你选择商业之子 爸 我累了 我们回家吧 好好好 我们回家 走 白莫 三年了 你竟然还跟那个老男人在一起 实际还想为他和我划清戒心 我不会让你如愿的 莫莫 我求你了 你就继续负责和陆氏的项目吧 朱总说了 如果不是你对接项目 他就要撤销合作 那我工作就不保了呀 我不负责项目 跟初见你有什么关系啊 这不合理啊 咱们都是打工的 合不合理 老板说了算 你又不是咱们师生的老板 能不能搞得住我呀 我现在老公失业 孩子上学 我公婆还生着病 没了这份工作 以后我该怎么活呀 好 初见 我就负责这最后一次 以后我就不管了 谢谢莫莫 你放心 以后我再想办法 赤胜的白莫要来见陆总 陈总 是陆总要求白莫来的 这个狐狸精 好 陈总 这是犯法的吧 怎么 你不想干吗 我干 我干 喂 李哥 你不是一直都想玩点刺激的吗 今天我这公司呀 可是来了个妙人呢 白小姐请喝茶 路总一会儿就到 怎么这么晕了 你是谁 放开我 你可好香啊 干嘛你 我香马上就来了 你想死吗 陆总 陆总已经把你赏赐给我了 今天你就在这好好陪老子吧 来吧 放开我 我也想跑 你给我过来吧 你都出来卖了 还瞎讲究什么 今天把老子赔好了 来吧 救命啊 啊 时光洪流中 着风 爱多飙伤 一放手 就像三条 我一想三条 丑福 啊 哎呀 谁呀 该回我好事 哦 路总 是那个女人 还是勾引我的 滚 没事吧 若夏 你无耻 你说什么 那个变态都说了 是你让她 小郑 这 这 这怎么回事啊 我不是说 让你把白小姐 直接当到陆总报告室吗 对不起陈总 是白小姐 非吵着要先进李总的 说他俩 他俩什么 说他俩说好了要在休息室聊事 可我没想到 是留床上的事 白梦 你也太过分了吧 你搞男人都搞到我们公司来了 你胡说 你为什么要诬险我 分开 前台都怪你不认识 为什么要陷害你 你为什么就是不肯信我 你为什么就是不肯信我 你为什么是那个心里的要害我 我为什么要相信你 因为为了上位而不择手段的人 什么当时都能做 是 我是 我为了上位不择手段 那你为什么还要逼我来复制陆总的项目 你为了钱 什么当时都能做 却不要我给你的钱 好 我为了钱 什么都能给你 可是我唯独不想要你的钱 来糟蹋我的感情 陆潇 我求求你 以后 不要再来找我 你不是喜欢求人吗 那就跪下来求一下来求我 你真贤 陆潇 我究竟做错了什么 让你这么羞辱 白梦 就算你再不甘心 我也马上又和阿霄结婚了 而且啊 陆夫人很喜欢我 以后 你就算想当小三啊 也没有机会了 陆潇竟然要求婚了 一个打工的 还想派上陆氏总裁 真是白日足 行了 跟他这个贱人 费什么话 走吧 三娘 白梦 这对荒唐的感情 该结束了 把李全夫开除 顺便查一下 今天休息时到底发生了什么 是 李全夫可是陆氏最重要的业务负责人 陆总竟然为了个女人 把她开除了 大小姐 快跟我去医院 老爷出事了 什么 快 爸 你怎么了 爸 爸 不行了 爸 你不会有事的 医生 快救救我爸呀 大小姐 医生尽力了 老爷是新奇 他们也没办法呀 新奇 老爷 因为您 我已经所困了三年 始终忧心忡忡 希望 您能和 他为您选的商业之词 在一起 这不可能 爸 白总心脏 骤停了 爸 爸 爸你不要死 爸我答应你 我全都答应你 爸 爸没事 那 相亲的事 就定明天了 爸突然 没事了 那我陪你去吧 喂 哥 你什么时候回国呀 下周的飞机 怎么了 听我家梦梦 好像不太开心了 爸身体不好 我答应了爸 周末去相亲 可我总觉得 被爸骗了 这小玩意儿做得不错 加工资 谢谢白总 你跟霸机叫什么 他就那个性格 而且他给你选择的是 江城最优秀的商业之子 你就当去应付看看 不喜欢的话随时换 那好吧 陆笑 我祝你和陈莉莉 永远幸福 阿笑 你真厉害 你竟然能说动 海城最好的医院 和陆氏一起合作 开发医疗 我果然没有看错人 陈莉莉 认清你的身子 你只是陆氏的员工而已 都是因为白梦那个贱人 陆笑才会和我这么熟 阿笑 你看 那不是白梦吗 话说 当小三 不应该是偷偷摸摸的吗 这白梦 怎么这么大胆 他来这里 该不会 是来产检 阿 白梦 这下人赃倦惑 我看你怎么解释 那个老男人给了你多少钱 让你心甘情愿到三年小三 陆笑 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 那是我爸 闭嘴 这种干地干女儿的戏 你们骗得过谁啊 放开梦梦 放开梦梦 我们八蛋 胆敢欺负我的宝贝 打死他 赵小 爸 交给我处理吧 他就是那个穷小子 混小子 要是再敢欺负梦梦 我让你后悔 活在这个世界上 爸 别说了 你一样 陆笑 你走吧 得罪了我爸 没有好果子吃的 这爸喊得可真亲啊 这就是你们下季行当的新玩法 随你怎么说吧 你要是不走 我只能请保安 让你走吧 白梦啊 白梦 白梦 你也来这里做产检 老头 像他这种女人 怎么可能会怀上你的孩子呢 你小心 喜得变 你 你冲死你 爸 我累了 我们回家吧 好 回家 就凭他是我的未婚妻 白梦 你也来这里做产检 莫莫 想了三年的人 你今天见到了 也死心了吧 明天啊 就安安心心 去相亲吧 三年 他和陈丽临的孩子 我也该开启 收获的新篇章 第一层是冰淇淋口味的 然后是芝士和榴莲的 你想先尝哪一个 我想 尝你这个 陆总 陈小姐对白梦说 您今天去医院 是陪她做运检 买回陈丽丽在陆市的所有股份 没有我的预设 她不能进 是 陈丽丽可是陆总 重振陆家驶的合伙人 现在竟然因为白梦 踢她出局了 这女人到底有什么魔力啊 对了 李全福说了吗 她还是非常坚定地说 是白梦引诱了她 记得 儿子 明天就是你和世上大小姐的相亲了 就当妈求你了 你去一趟吧 这可是我们陆家一飞冲天的好机会啊 好 哎呀 你可算是开窍了 你记得一定要打扮得帅气一点啊 能盼上世上 那是我们陆江的福气啊 呵 白梦 我是江城的商业之子 全球第一彩团世上总事长 都希望我做她的女婿 又怎么会谈恋你这个普通人 永远不会 我在医院中间 连脸都不要了 都可是公然长双入队了 白梦 我可真是想笑你了 妈 儿子 世上的白大小姐 可是这家全球第一彩团的唯一继承人 如果她不愿意嫁进咱们陆家这种小门小户 你入阵也行 那个叫白梦的女人 你就忘了吧 你怎么又提白梦了 区区百医的陆氏集团 我随手就可以卖下 妈 世上大小姐姓白 她叫白什么呀 我不知道啊 这白大小姐一向低调 没人知道她的信心 这次可是白董事长亲自陪着她来见你 你可千万要好好表现啊 知道了 这小子 太没时间观念了 不好意思啊 我来晚了 居然是你这个老东西 你就是 陆家的小子 没想到全球第一彩团 世上集团的董事长 竟然是个塞外包养小三的混蛋呀 你说什么 哥 知道了 知道了 今天的相亲 我会好好考虑的 那个人应该来了 我先回去 臭小子 小心我善你 白梦 是我的女儿 该女儿吧 你这干爹挺会玩啊 今天我就把你保养小三的事 告诉白家大小姐 你就等着晚节不报吧 好好好 我女儿 这就来 我看你怎么跟她解释 爸 人来了吗 怎么是你 你是她女儿 你真的是首富千金 白家大小姐 陆霄 我告诉过你的 可你不信 这怎么可能啊 莫莽 你不要再被这个虫小子骗了 算我瞎了眼 竟然把她当成 我白家的良婿 这场婚事作废 今天 我就让陆氏计划破产 如果白梦 真的是首富千金 那时候大学的时候 怎么可能跟我一个 穷小子谈恋爱 你俩还可是演戏呢 干爹干女儿的戏嘛 真是情深义重嘛 臭小子 我白修仙 一生光明磊落 你竟敢如此抹黑我 今天这水晶宫 就别想再走出去了 爸 您先出去 我跟他聊聊 还有什么好聊的 你知道 他刚才说你的话 有多难听吗 爸 好 我再给你十分钟 白梦 你竟然给师盛董事长 当小三 陆霄 你误会了 我误会你什么 你以为那个老男人真的爱你啊 要不然怎么不把你变成师生的正式员工 他真的是我爸 你为什么就不信我呢 信你什么呀 全球第一采探师生的继承人啊 竟然会在自家的公司当员工啊 所以你怎么认为吧 所以三年前 你是因为这个才不告而别的吗 你没资格知道 白梦 我比任何人都了解 你这种穷人有多么的爱不虚荣 是你为了洗白自己小三的身份 所以白董才认你当干女儿 一边可以成为豪门夫人 一边还可以继续当小三 可真会玩 够了 陆霄 我对你的荣誉也是有限度的 相亲的事情就此作罢 我会告诉我爸 不要惩治陆氏集团 你好自为之吧 难道这是我误会了他 喂 陆总 李全福全招了 是他在无尽白小姐 什么 怎么又来了 玩够了吗 跟我回家 爸 我不是去玩的 我是去工作的 你是白家大小姐 当今第一财团 士圣集团的唯一继承人 家产万亿 自家公司 有什么好实习的 我看你啊 就是忘不了三年前 那个不辞而为的穷小子 哎呀 你说什么呢爸 我只是想好好了解一下 自己家的公司嘛 好了好了 别在这儿跟我嬉皮笑脸的 我为你选了当今江城 最优秀的商业质子 这个周末去见见 哎 再说吧 好了好了 我还要赶着跟客户签约呢 你先回去吧 啊 去吧 啊 全部开车 臭小子 你周末的相亲对象 可是士圣大小姐 我求爷爷够奶奶 才给你争取来的 你要是赶不去 我就和你断绝母子关系 妈 如果你想好了 我尊重你的选择 你 哎呀 儿子 都三年了 你也该忘掉那个白梦了吧 毕竟是他出轨在先 好了妈 我一会儿还有个户要看 先挂了 白梦到底是多优秀的女孩 竟然能让陆总 痴情三年呀 对不起 我来晚了 不晚 白梦 陆萧 你现在 是陆氏集团的总裁 怎么 很惊讶吗 没想到当年的穷小子 现在成了你的医师父母 太好了 陆萧 这三年我一直在找你 你当初为什么突然消失 你还有脸问啊 士盛集团是全球第一财团 你这是又帮上了谁 混进去了 我是凭本事 什么本事 张晓三的本事啊 够了 陆萧 我今天是来签约的 不是来跟你吵架的 如果我同意签约 你怎么付出什么 你要是不想合作 大可以直说 没有必要这么羞辱我 羞辱 韩南人闯上尾 这种事情不是你最爱干的 陆萧 你让我这三年来 对于重逢的期待 变得一文不值 这合同 不签也罢 你 欲行故纵是吧 想要合作可以啊 就把三年前你哄骗老男人的本事都使出来吧 我坠入满红荆棘的旋律 从一度坚信这就是爱情 把梦录你太过失了 白梦 如果三年前你没有牵皮爱妇 做出背叛我的事情 我又怎么会离开你 这白梦也太过分了吧 他分明跟我说过不再当情妇了 真合同我签了 提升就当我给你的辛苦费了 别说我还用了你 卢萧 你这点脏钱我看不上 区区百亿的陆氏集团 我随手就可以买下 当初被这阿萧当小三 现在还敢过来勾引他 真不要灵 陈莉莉 你凭什么污蔑我 就凭她是我的未婚妻 未婚妻 原来三年前他离开 是因为和陈莉莉在一起了 喜欢勾引人是吧 我是师胜集团的人 你不能动我 我就不信 师胜集团会为了你 这个小小的实习生 跟现在风头战胜的路是交的 去死吧 够了 阿萧 你怎么还护着她呀 难不成你还喜欢她吗 就她 这种肮脏下线的女人 根本不配浪费这个鼻童 就算天底下的女人都死绝了 我也不会爱上她 听到了吧 你就死了这条 勾引阿萧的心吧 滚 阿萧 你刚刚说 让我当你未婚妻的事情 是认真的吗 风尝作戏罢了 白沫 三年前 我能让陆萧离开你 三年后 你也别想在那破镜中美 准备好了吗 我亲爱的陆先生 生日快乐 第一层是冰淇淋口味的 然后是芝士和榴莲的 你想先尝哪一个 我想 尝你这个 你看过的快乐却是假 猜到的秘密是假 你拍过的 相望却是假 你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怎么回事 爸 有谁欺负你了 我马上让他在江城消失 没有 爸 我只是淋了雨 有些不开心 真的吗 嗯 哎呀 我的乖宝贝 你就听爸一句话 接掌士圣集团 渐渐我给你选的商业之子 爸 我累了 我们回家吧 好好好 我们回家 走 白莫 三年了 你竟然还跟那个老男人在一起 试着还想为他和我划清戒心 我不会让你入院的 莫莫 我求你了 你就继续负责和陆氏的项目吧 陆总说了 如果不是你对接项目 他就要撤销合作 那我工作就不保了呀 我不负责项目 跟初见你有什么关系啊 这不合理啊 咱们都是打工的 合不合理 老板说了算 你又不是咱们师生的老板 能能保得住我呀 我现在老公失业 孩子上学 我公婆还生着病 没了这份工作 以后我该怎么活呀 好 初见 我就负责这最后一次 以后我就不管了 谢谢莫莫 你放心 以后我再想办法 赤胜的白莫要来见陆总 陈总是陆总要求白莫来的 你 这个狐狸精 陈总 这是犯法的吧 怎么 你不想干吗 我干 我干 喂 李哥 你不是一直都想玩点刺激的吗 今天我这公司呀 可是来了个妙人呢 白小姐请喝茶 陆总一会儿就到 怎么这么晕了 你是谁 放开我 你可好香啊 干嘛你 我刚马上就来了 你想死吗 陆总 陆总已经把你赏赐给我了 今天你就在这儿好好陪老子吧 你 放开我 我也想跑 你给我过来吧 你都出来卖了 还瞎讲究什么 今天把老子赔好了 来吧 救命啊 谁呀 该给我好吃 陆总 是那个女人 还是勾引我的 滚 好 没事吧 陆总 你我去 你说什么 那个变态都说了 是你让他 小郑 这 这 这怎么回事啊 我不是说 让你把白小姐直接当到陆总办公室吗 对不起陈总 是白小姐非吵着要先进李总的 说他俩 他俩什么 说他俩说好了要在休息室聊事 可我没想到 是留床上的事 白梦 你也太过分了吧 你搞男人都搞到我们公司来了 你胡说 你为什么要诬险我 分配 前台都怪你不认识 为什么要陷害你 陆总 你为什么就是不肯信我 明明是那个心里的要害我 我为什么要相信你 一个为了上位而不择手段的人 什么当事都能做 是 我是他 我为了上位不择手段 那你为什么还要逼我来不择路实的项目 你为了钱什么当事都能做 却不要我给你的钱 好 我为了钱 什么都能做 可是我唯独不想要你的钱 来糟糕我的感情 陆萧 我求求你 以后 不要再来找我 你不是喜欢求人吗 那就跪下来求一下来求我 你真贤 陆萧 我究竟做错了什么 让你这么羞辱 白梦 就算你再不甘心 我也马上要和阿萧结婚了 而且啊 陆夫人很喜欢我 以后你就算想当小三啊 也没有机会了 陆萧竟然要结婚了 一个打工的 还想派上陆氏总裁 真是白日足 行了 跟他这个贱人 费什么话 走吧 三 三 娘 白帮 这对荒唐的感情 该结束了 把李全夫开除 顺便查一下 今天休息时到底发生了什么 是 李全夫可是陆氏最重要的业务负责人 陆总竟然为了个女人 把她开除了 大小姐 快跟我去医院 老爷出事了 什么 快 爸 你怎么了 爸 不行了 爸 你不会有事的 医生 快救救我爸呀 大小姐 医生尽力了 老爷是心急 他们也没办法呀 心急 老爷 因为您 我已经所困了三年 始终忧心忡忡 希望您能和他为你选的商业之死在一起 这不可能 爸 白总心脏就停了 爸 爸你不要死 爸我答应你 我全都答应你 爸 爸 爸没事 那相亲的事就定明天了 爸突然没事了 那我陪你去吧 喂 哥 你什么时候回国呀 下周都飞机 怎么了 听我家梦梦好像不太开心了 爸身体不好 我答应了爸周末去相亲 可我总觉得被爸骗了 这小玩意儿做得不错 扎公子 谢谢白总 你跟爸机叫什么 他就那个性格 而且他给你选择的是江城最优秀的商业之子 你就当去应付看看 不喜欢的话随时换 那好吧 陆萧 我祝你和陈莉莉 永远幸福 阿笑 你真厉害 你既然能说到海城最好的医院 和陆氏一起合作开发医疗 我果然没有看错人 陈莉莉 认清你的身份 你只是陆氏的员工而已 都是因为白梦那个贱人 陆萧才会和我这么熟 阿笑 你看 那不是白梦吗 话说 当小三 不应该是偷偷摸摸的吗 这白梦 怎么这么大胆 他来这里 该不会 是来产检 白梦 这下人赃俱祸 我看你怎么解释 那个老男人给了你多少钱 让你心甘情愿当三年小三 陆萧 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 那是我爸 闭嘴 这是干地干女孩的戏 能骗得过谁呀 放开梦梦 放开梦梦 我们八蛋 胆敢欺负我的宝贝 打死他 这谁 爸 交给我处理吧 他就是那个穷小子 混小子 要是再敢欺负梦梦 我让你后悔活在这个世界上 爸 别说了 你呀 陆萧 你走吧 得罪了我爸 没有好果子吃的 这爸喊得可真亲啊 这就是你们夏季行当的新玩法 随你怎么说吧 你要是不走 我只能请保安 让你走了 白梦啊白梦 你也来这里做产检呢 老头 像他这种母言 怎么可能会怀上你的孩子呢 你小心 喜得不丢 你 你找死你 爸 我累了 我们回家吧 好 回家 就凭他是我的未婚妻 呦 白梦 你也来这里 做产检 莫莫 想了三年的人 你今天见到了 也死心了吧 明天啊 就安安心心 去相亲吧 三年了 他和陈丽玲的孩子 我也该开启 说过的新篇章 第一层是冰淇淋口味的 然后是芝士和榴莲的 你想先尝哪一个 我想 尝你这个 陆总 陈小姐对白梦说 您今天去医院 是陪她做运检 买回陈莉莉 在陆市的所有股份 没有我的运势 她不能进 是 陈莉莉可是陆总 重振陆家时的合伙人 现在竟然因为白梦 替她出局了 这女人到底有什么魔力啊 对了 李全福说了吗 她还是非常坚定地说 是白风引诱了她 金社长 儿子 明天就是你和世上大小姐的相亲了 就当妈求你了 你去一趟吧 这可是我们陆家 一飞冲天的好机会啊 好 哎呀 你可算是开窍了 你记得一定要打扮得帅气一点啊 能盼上世上 那是我们陆家的福气啊 啊 哼 爱吧 我是江城的商业之子 全球第一财团失手走顺着 都希望我做她的女婿 又怎么会贪恋你这个普通人 永远不会 我在医院中间 连脸都不要了 都可是公然成双入队了 白梦 我可真是想瞧你了 妈 儿子 世上的白大小姐 可是这家全球第一财团的唯一继承人 如果她不愿意嫁进咱们陆家这种小门小户 你入阵也行 那个叫白梦的女人 你就忘了吧 你怎么又提白梦了 区区百亿的陆氏集团 我随手就可以卖下 妈 世上大小姐姓白 她叫白什么呀 我不知道啊 这白大小姐一向低调 没人知道她的信息 这次可是白董事长亲自陪着她来见你 你可千万要好好表现啊 知道了 我真是蠢 居然会把白梦 和世上大小姐联系在一起 如果她的出身真的这么高贵 还用得着我的钱 去当小三吗 爸 被你夸上天的商业之子 居然迟到了 这小子 竟然敢怠慢我的宝贝 我马上让她家破产 爸 冷静冷静 相亲本来就是你请我愿的事情 我先出去接个电话 好 这小子 太没时间观念了 不好意思啊 我来晚了 居然是你这个老东西 你就是 陆家的小子 没想到全球第一财团 世盛集团的董事长 竟然是个此外 包养小三的混蛋呀 你说什么 哥 知道了 今天的相亲 我会好好考虑的 那个人应该来了 我先回去 臭小子 小心我善你 白梦 是我的女儿 该女儿吧 你这干爹挺会玩啊 今天我就把你保养小三的事 告诉白家大小姐 你就等着晚节不报吧 好好好 我女儿 这就来 我看你怎么跟她解释 爸 人来了吗 怎么是你 你是她女儿 你真的是首富千金 白家大小姐 陆霄 我告诉过你的 可你不信 这怎么可能啊 莫莽 你不要再被这个虫小子骗了 算我瞎了眼 竟然把她当成 我白家的良婿 这场婚事作废 今天 我就让陆氏集团破产 如果白梦 真的是首富千金 那时候大学的时候 怎么可能跟我一个 穷小子谈恋爱 你俩还可是演戏呢 干爹干女儿的戏嘛 真是情深义重啊 臭小子 我白修仙 一生光明磊落 你竟敢如此抹黑我 今天这水晶宫 就别想再走出去了 爸 您先出去 我跟他聊聊 还有什么好聊的 你知道 他刚才说你的话 有多难听吗 爸 好 我就给你十分钟 白梦 你竟然给师盛董事长 当小猫 陆霄 你误会了 我误会你什么 你以为那个老男人 真的爱你啊 要不然怎么不把你 变成师盛的正式员工 他真的是我爸 你为什么就不信我呢 你信你什么呀 全球第一采探 师盛的继承人啊 竟然会在自家的公司 当员工啊 所以你怎么认为吧 所以 三年前 你是因为这个 才不告而别的吗 你没资格知道 白梦 我比任何人都了解 你这种穷人 有多么的爱不虚荣 是你为了洗牌 自己小三的身份 所以白董 才认你当干女孩 一边可以成为 豪门夫人 一边还可以 继续当小三 可真会玩 够了陆霄 我对你的荣誉 也是有限度的 相亲的事情 就此作罢 我会告诉我爸 不要惩治陆氏鸡 你好自为之吧 我爱我的东西 难道这是我误会了他 喂 陆总 李全福全找了 是他在五千百小姐 什么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